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有一张支票我就捡起来了 我跟你说 爹 还好我发现得早 不然就被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当垃圾扔掉了 你个死小的 我打死你 这是干什么呢 孩子都这么大了 不能好好说 你就知道护着他 要不是因为他在上海成天教那些乱七八糟的狐朋狗友 爹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在外边教的不是什么狐朋狗友 都是一帮有志青年 你说的那些有志青年搞得天下大乱 要不咱们需要离开上海吗 爹 这搬来西城也是你愿意的 怎么现在怪我一个人头上了 你还行嘴 好了 穆田 你别老动手动脚的 怎么说 超爷也是大人了 对 我现在是大人了 我有民主自由权 知道吗 爹 行了 你就知道护着他 这孩子是越来越难管了 得赶紧把超话叫回来 说了 他说等把上海房子处理好 卖个好价 就回来帮你 现在就卖房产了 真是今非昔比啊 我没想到这次回来 我们灵家竟然如此落魄 穆田 俗话说得好 哨死的骆驼比马大 在上海 我们比不得那些达官贵人 可回到西城 咱们灵家还是数一数二的 只能自己安慰自己了 小姐是不是在想那个灵少爷 你别胡说 就他那副德行 也想入本小姐的眼呢 那你是怎么了 从街上回来之后 就一直怪怪的 感觉啊跟平时不太一样 我是在想灵家 我好像记忆当中 见过那人的父亲 可是我觉得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那就更奇怪了 很多年前 那小姐当时应该还小啊 是啊 我也纳闷 为什么对她父亲 印象那么深刻 什么印象这么深刻啊 雅昆少爷 你懂得了看你姐姐我了 我问过了 你一回来就往墓园里钻 去见那对母女 真搞不明白 到底谁跟谁亲 我的好姐姐 你现在可是西城第一美女了 四处风花雪夜去了 我想找你 你也未必在家呀 你这个小子 有嘴滑舌的 在上海待了那么多年 都没学好 尽学会虎姑娘的伎俩了 今天晚上 一定要好好烦你喝两杯 还有啊 给我讲点上海好玩的故事啊 好啊 对了 我听爹说 你这两年在跟娘学药上 可厉害了 姐 什么时候 让我也尝尝你做的千金汤啊 反正你也不走 会有机会做给你喝的 那就一言为定啊 我一定要尝尝你的手艺 这皇家少爷 没有尝过皇家最有名的 千金汤 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我总得有一个 出去炫耀的资本是不是 好了好了 别啰嗦了 爹娘一定在厅里等我们呢 走啊 哦 走 西若 西若呢 西若也是你叫的 那又怎么样 这是大太太吩咐的 老得理你 四锦小姐说了 今天千金汤不许少 她会亲自做给雅坤少爷喝的 那四锦小姐哪会做什么千金汤啊 我看的宝的药膜 连我的都不如呢 那不公平啊 怕不让做千金汤 无非是想替四锦小姐从中遮掩啊 我虽然来皇家不久 可是这些道理我明白着呢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是怕要是你做了 四锦小姐就被发现了 这样她就没办法在府里里面炫耀 在外面也就没有神奇的资本了 我看这个四锦小姐还能神奇到什么时候 难道嫁人了还要装啊 富 beneath 悄 富 富 富 确 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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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门完了 也好 就当是我们母女 给皇家背了最后这才盛业 感谢人家十八年的照顾 喜荣 你会不会怪娘 你不怕跟着娘过苦日子 我是娘永远的女儿 皇家不会是我永远的家 你总是这么懂事 怎么让人心疼 来 快收拾吧 今前哪一眨眼孩子们都长大了 咱们呀也可以省省心了 是啊 四锦和你学得了皇家药膳的手艺 雅昆也在上海学业有成 以后就可以好好跟我学做生意 咱们皇家后继有人啊 是啊 对了二太太呢怎么还不来 刚才已经请过了 二太太说她身体不是很舒服 没有胃口 叫老爷太太不用等她了 这二房也太不懂事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就算人不舒服 也该来照个面吧 再去请吧 说雅昆回来了 怎么也得给少爷接个风才是 是 十几年了 她真当我皇家是她安家呢 整天打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享清福 还真当她是安家大小姐呀 我皇冤大难道就不是皇家大小姐 现在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要操碎心 娘 你就别生气了 何必因为一些外人 和他们一般计较呢 四锦 什么外人不外人呢 在一个屋檐底下 就是一家人 就是 怎么了 你有必要为了那对母女 跟我们这对母女大声吗 不就是吃顿饭吗 他不来 得三请四催的 难道还是我们的错吗 爹就是偏心那个死雅巴 雅巴怎么了 雅巴找你了吗 别的不说 光是能做出这一桌菜 你就是一辈子都赶不上西若 雅巴这么好 你当初生他 你们 就不要要我呀 要我还做什么呀 我要你 我说过要你了吧 好了好了 老爷 你当着孩子的面 说话要留神呢 这孩子能说有就有了吗 能不要的吗 是不是啊 爹 娘 哪儿 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 干脆挑明了吧 你 你想说什么 有什么要挑明的 关于姐姐的身世 我觉得挑明了也无妨 既然是一家人嘛 大家都别藏着秘密了 雅坤 你别这样的爹娘宠你 到外头听了什么风言风语 就回来胡说 你跟四锦呢 都是爹娘亲生的 这点 根本不用怀疑 我没有说四锦啊 娘你干嘛那么紧张啊 娘 我这不是好端端地 坐在这儿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 我怎么知道 你在外面都听到什么 你不说四锦 还能说谁啊 我说的是希若 希若 希若她怎么了 爹 不瞒您说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希若她不是您的亲生女儿 这 她跟方家 跟皇家 都没有血缘关系 你叫混账 谁叫你怎么干的 老爷太太 不好了 怎么了 二太太说要带着希若小姐 离开皇家了 啥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娘 这是怎么回事啊 娘 太太 娘你怎么了 娘 太太 娘你快醒醒啊 娘 太来人了 来人快来人了 快点 娘 太太 娘 她 我有酒 你快要带着她 我不可 你快要带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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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姐姐 这么多年来 我很感谢皇家 在我们母女危难的时候 给的帮助 现在 也是该离开的时候 二娘 二娘您不能走啊 天兰 天兰你不能走啊 天兰 你让开 从你说出 细弱的身世之后 你就应该料到 会有这样的结果 天兰我真没说 我真的没有 我可以发誓 我真的没说 二娘 你冤枉爹了 他真的什么都没说啊 我在上海的时候 花钱雇人到北京 调查安家的底细 才知道了这一切 后来又撞见 您和我爹说话 更证明了这一切 你这个 你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吗 好了 你别打他了 爹 二娘 事已至死 你们怎么怪我都行 可是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们成全我 把媳妇许配给我吧 我求求你们了 爹 二娘 娘 娘 你快醒一醒啊 大太太 你快醒一醒啊 娘 娘 你可醒了 吓死我了 骗子 全是骗子 他们居然 何起祸来骗我 你先起来再说 二娘 二娘 你刚才说 你之所以会知道这一切 是因为你雇了人 去北京调查安家的事 不是你爹告诉你的 是真的 我爹他什么也没说 一开始只是想弄清楚 为什么 我爹先娶了我娘 再纳宁做偏房 而七月却比四锦大七个月 没想到这一茬 竟然知道了这么多秘密 你听到了吧 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 老爷 少爷 不好了 怎么了 刚刚大太太晕倒了 情况不是很好 什么 四锦小姐想请你们去看看 大太太怎么了 你说清楚点 我娘她怎么了 还问什么 快过去看看吧 去去去 西若 我得去看我娘了 你不要走 一定不要走 答应我好吗 雅坤 二娘答应你 我和西若 暂时不离开皇家 先去看你娘吧 好了好了 走了 谢谢二娘 我们先过去了 什么话以后再说 十八年 她们居然骗了我十八年 就是嘛 爹真是太可恶了 为了那个哑巴 和她那个娘 骗了我们这么久 太太太 你可千万别胡思乱想 凡事等养好身体再说 啊 娘 开门啊 我是雅坤啊 娘 喜婆 麻烦您把门开一下 喜婆 过来 太太 是老爷和少爷的声音 我去开门啊 别 别开 我谁都不想见 娘 太太 老爷也是担心你啊 就是啊娘 爹他都来了 我们就要问问清楚 要不然 咱俩多受委屈啊 哎哟 小姐啊 我看你啊 还是少说两句吧 太太才刚刚缓过来 你就别再说话 刺激她了 又不是我存心气的娘 我说的都是实话 够了 你也出去吧 我累了 娘 好了好了 时候也不早了 小姐 该回房休息了 啊 走吧 娘 小姐走吧 老爷 姐 娘怎么样了 怎么会突然晕倒了呢 你自己办的好事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 我先不和你吵 我去看娘 少爷 太太刚刚睡下 明天再来探望吧 媳婆 我就看一眼 看一眼我就走啊 少爷 不急着一时 让太太好好休息吧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娘都说了 不想看见你们 听不清楚是不是啊 姐 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怎么说话了 你听不清楚 我再跟你说一遍 娘不想 好了 你娘累了 要睡了 有话明天再说 回去睡觉 可是我担心 回去 老爷 怎么了 太太她不想见您 媳婆 连你都傻了 我今天晚上要不进去说清楚 她能睡安稳吗 你还不了解她 你去忙吧 去吧 没事的 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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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来干什么 我不想见到你 你走 媳娜 别这样嘛 冯金钱 你居然会骗我十八年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不是故意 怎么现在才让我知道 媳娜 你别激动 先听我说 我不想听 你给我走 媳娜 媳娜 你冷静点 我不想听 你叫我冷静 你骗了我十八年 你现在叫我冷静 我怎么冷静 你给我走 我不是故意的 媳娜 你走 你走啊 我知道 你不走之霸 那我走走行了吧 媳娜 媳娜 你没事吧 媳娜 没事 怎么会没事 芳金钱 芳芳 我恨死你了 我对不起你 好了 媳娜 我对不起你 我恨死你了 我对不起你了 真没想到 媳若她果真是个野种 大太的人可真好 发生这么大的事 居然都没发脾气 那你是不了解她 她呀 现在一定在想着 怎么对付那个死亚吧呢 哦 那 大太太会赶他们出去吗 不知道 不管 他们会不会被赶出去 总之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她 有好果子吃的 就是啊 媳婆还责怪我 不叫她媳若小姐呢 原来她根本就不是黄家的大小姐 好了 好的 别输了 我告诉你啊 今天晚上的事 不许传出去 要是敢传出去 你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小姐 我为一个外人也犯不着哦 再说了 小姐你对我这么好 我在你身边还没待够呢 好了 好 你先下去吧 我要休息了 是 小姐 那我出去了 真不知道 我爹到底想干什么 喝点茶 好多了吧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 请你原谅我 你显得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说了吗 我知道都是我不对 但当初我如果不瞒着你 你会答应救天兰吗 你会同意把他们母女俩 给留下来吗 当然不同意 她在我大婚的时候上门捣乱 是谁都咽不下这口气 那就是了 你叫我怎么把事情说出来 那你的意思是 因为我不讲理 所以你理所当然骗我 不是不是 我只是觉得 如果当时我把事情给说出来 哎呀 刚刚稳定下来的家 又乱了 方锦前 到这个时候你还不肯说实话 我跟你一起生活了十八年 你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我还分辨不出来 是是是是 我当时瞒着你不说出来呢 是因为我和天兰当时有个约定 这个事情你爹也同意的 我爹 你别以为把责任推给了入了土的人 就没事了 哎呀是真的 这事情你爹最清楚了 他让我答应天兰的要求 只要我能把西若当亲生女儿照顾 天兰就会适时地把秘方给交出来 适时 什么时候才算是适当时候 要给 十八年前早给了 我看 秘方的事是他骗你的吧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不可能 这个绝对不可能的 你怎么这么肯定 哎呀 你也了解天兰 他这个人说话算话的 哼 不过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我和天兰的约定就不存在了 如果你真的容不下他们母女俩 那让他们走吧 不行 我皇家白白养了他们母女十八年 现在想拍拍屁股走人 没门 哎呀 走了好 让他们走了好 他们走了 你也少受他们的气 我也省得夹在你们两个中间 对不对 那秘方你不打算要了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哎呀 我看天兰不会把秘方交出来的 不行 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们 你一定要逼安天兰交出秘方 才能放他们走 要不 我这算法怎么打都不划算 怎么逼啊 天兰你也是知道的 除非他自愿交出来 不然你怎么逼也逼不出个所以人呢 你傻呀 硬得不行 不会用软的 我跟他来软的 那你不会又怀疑我了 我怀疑难道不对吗 反正你把这件事情赶快办好就是 好好好 反正我都听你的 那就先不赶他们走 我慢慢地再想办法 好吧 别生气了 四季 那么晚了还不睡 到这里干吗 爹 我有事情想问你 明天再说吧 今天的事 你是不是还欠一个解释 你想知道什么 解释什么 哑巴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件事情 你告诉我 他是不是你亲生的 如果他不是你亲生的 那我以后对他不客气了 四季 十八年来 我从没见过你把他当成亲姐姐 所以现在你问我这个问题有意义吗 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你问了干嘛 爹 如果你有那么多时间管别人的事情 那就好好地管管你自己 我当你是不是你亲生的 你向着野种也不向着我 小姐你这是怎么了呀 谁让你这么生气啊 去给我收拾东西 我这不真的收拾吗 你是中啊 我让你收拾行李 好好好 我这就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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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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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我了 我跟你啊 哎呀孩子啊 没见到你了 真的没见到你了 你来走啊 我跟你走啊 你来走啊 你来啊 再见啊再见啊 好好好啊 你来走啊 你来走啊 早点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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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离家出走 不好吧小姐 我们要是走了的话 老爷和太太会着急的 有什么不好的 他们就是不重视我 船什么时候来啊 小姐 看船来了 快走吧 小姐 小姐你怎么了 小姐 小姐 你怎么了小姐 小姐 小姐你没事吧 这汤是谁煲的 回大太的话 这是西若小姐做的 怎么了大太太 您觉得味道不好吗 阿凤 你先下去吧 是 怎么让西若给我煲汤 他万一给我下药怎么办 大太太您多想了 咱们不是一直在吃西若 帮厨做的饭吗 这么些年了 也没个闪失啊 胡说 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现在 知道他不是方锦前的孩子 他自然心里自卑 万一想着 我赶他们娘俩出去 他还不处心积虑地害我 是 我知道了 以后不再让西若 上厨房了 厨房不让去 这粗活还是得做的 我想好了 这方锦前和安天兰 想合着火地鞭排我 没门 我还真不赶他们走 我就让西若 当个粗使丫鬟伺候我 我看他们能怎么着 大太太 你要是这么着 我看二太太和西若 真的要走了 你以为我真的想留他们啊 那要看老爷怎么做了 最好别让我猜中了 我总觉得他留着他们娘俩 定有目的 我就想看看 他后面到底会怎么做 大太太 大太太不好了 大太太 什么事这么急啊 大太太 我刚才去替四锦小姐打扫房间的时候 发现房里的义务全部见了 诸上只留着这封信 你 诶 又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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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醒啦 小姐 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恶心想吐的感觉 小姐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小姐 你倒是说话呀 小姐 你 你别嫌我小姐 阿湘 这是哪儿啊 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姐 这是客栈呀 刚才你突然晕倒了 都吓死我了 幸好这位医生出手相救 还背着你走了好大一段路 才找到车子的 背我 你好 我叫凌朝华 我是学西医的 我可以帮你再看一下吗 好了 应该是没什么大碍 可能是晒得太久了 那你们住哪儿啊 我送你们回去吧 不用送了 我们不回去 可是船已经开走了呀 何况像这种情况 也不适合出远门 我建议啊 还是先回家休养吧 这 小姐 您的意思呢 小姐 阿湘 就听医生的话吧 我是病人 就要听医生的话 去叫车吧 我们回家 快去 快去 快 快 你们几个 快分队去找 一定要把大小姐给找回来 好的 快去 快点 是你啊 西婆 我是林牟田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我说林牟田 林大爷 大太太不是在八年前就告诉过你 这里啊不适合你来 西婆 我来自没有恶意 我只是 我的爷 不管你怎么想 我只拜托你 尽量离皇家远一点 我很清楚 大太太是不可能见你的 就算是见了 你也得不到好脸色呀 那就麻烦你 跟约纳带身好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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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忘了正事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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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个好医生 啊 还有啊 记得要好好休息 多喝水啊 嗯 我一定会听你的话的 那我先走了 嗯 嗯 嗯 四季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要你管 阿湘 把行李搬到房间去 嗯 嗯 哎铁 哎好 谢谢啊 哎哎不客气 哥 哥 畅言 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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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这才几天没见啊 力气越来越大了 那倒人了 我现在是男子汉了 好了男子汉 那我们进屋吧 哎 走 爹 娘 你们看谁回来了 看你瘦的 一定吃了不少果 娘 哪有您瘦的那么苦啊 我只是早就把上海的房子 给卖了 本来想打点完西药行的生意 就回来 从英国来了几个医生 要做会诊 我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所以就在上海 和他们一起会诊了几天 我现在看起来 有点落魄 哎 哥 会诊 你们都会诊些什么东西啊 你怎么就不让你哥先休息休息呢 也没什么 主要是治疗龙哑的 一些方法 如果有可能的话 还是有很多人可以听见和说话的 哎 真的 哑巴也能治得好啊 嗯 这个要看怎么说了 如果不是先天的 那还有机会 那 那千金呢 哎 你这孩子 千金是天生的 怎么可能治得好呢 怎么 你有朋友要治疗吗 啊 啊 啊 没有 我就觉得奇怪 随便问问 你呀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又发生什么事了呢 你别理他 他就这样 嗯 超伙啊 你今晚想吃什么 娘亲自下厨给你做 娘 只要是您做的 我都喜欢吃 你什么时候嘴巴变得这么甜了 哎 哎对了 今天怎么没见爹呀 他一早就出去了 说是 要把你之前的西医馆 再绊起来 嗯 他一直觉得 当初亏欠你 娘 父子之间 哪有什么亏欠不亏欠的 不过咱们既然决定回来 也不打算再离开的话 我看还是开启西医馆 也是好的呀 嗯 啊 这样吧 超伙啊 你先回房间休息 等吃晚饭的时候 我再叫你 好 娘 那我先上去了啊 哎 超颜 你帮你大哥把行李拿上去 超颜 嗯 发什么愣呢 哦 娘 我有点事儿 我先出去一趟啊 你给我站住 今天啊哪儿都不准去 一会儿侯伯就带一个撞小伙来跟你做伴 我跟你爹啊 怕你再出去惹是非 做伴儿 嗯 哎 娘 我又不是犯人 你们就把民事找个人看着我嘛 嗯 我看你啊 还是乖乖在家里待着吧 谁让你在上海惹这么多货 你看姐娘 又多不放心啊 婷婷 连你大哥都这么说 超伙啊 你回来太好了 以后啊我跟你爹就不用管他了 娘 其实超颜 他已经不是小孩了 很多事情 他自己可以做主的 你们总有一天呀 是要放手的 你看看你看看 连我哥都这么说了 这个家里边就你和我爹 把我当三顿小孩 好了 不管怎么说 你今天啊哪儿都不准去 超伙啊 先回房歇着 嗯 超颜 先回房去看书 快点 哎 我看你啊 还是乖乖在家待着吧 今天我刚回来 你可不要找娘不高兴啊 否则以后 我也不想着你说话了啊 哎好好好 反正这个家里就我一个人是个小孩 你们都是大人行了吧 一听这话呀 你还真就是个孩子了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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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去我房间 娘 那我先上去休息了啊 好 你们都听话 娘才高兴呢 哎 等我一会儿 这臭小子 一会儿要离家住走 一会儿又要回来 小姐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哎 小姐 要死了还那么大声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小姐 我都和你说了半天话了 你没听见吗 有吗 小姐 你坐在这边不停地发呆 你怎么了 不会是刚才晕倒时 撞坏了脑子吧 你脑子才撞坏了呢 我要休息了 赶快去给我收拾 小姐 我觉得你今天好奇怪啊 特别是你醒过来的时候 小姐 你不会是喜欢上 刚才那个林医生吧 要你管啊 你怎么那么多关心事啊 我不是让你去收拾东西了吗 去啊 快去 去 去 小姐 小姐 小姐